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众多ETF在本周即将出席当中 到底这一档ETF能够拥有殖利率7%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赔掉价差而换来高股息呢 而它本身的成分股又跟我们最近讨论度极高的00878 以及0056元大高股息之间 它本身成分股又有何一同呢 值得我们来多做一些注意 我们先从图片来简介一下 00713基本上在过去几年的年均殖利率表现 其实都在5%以上 也就是说这一档高息低波的ETF 即使本身的波动度相对比较来的标的 本身来看它的殖利率仍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而今年本身的殖利率又来到了一个7%的水准 我们以前跟各位提过元大高息低波从名字就看得出来 它本身筛选的标的有几大特色 第一点就是用高股率 营运稳定以及高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来进行本身折股的筛选 但是即使你的获利稳定 我也不允许你的股价涨太多 因为它叫做高息低波动 也就是说如果股价波动相对比较大的个股 本身就有可能遭受到剔除 所以低波动它本身筛选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在一个大盘相对高基期的水位上 能够相对具有比较好的防御性的一个资产 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来探讨的一件事情 大家最主要所了解的 一定是从殖利率看到它背后所牺牲的代价 很多投资朋友会说 如果它的殖利率能够有7%的报酬 是不是代表它赔掉了价差 才能够换取它本身的殖利率 因为殖利率是由现金股力去除以股价来做计算 如果分母变小股价变低 那么殖利率很自然就会变高 不过这就是标准的赚到股力 但是赔掉价差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档ETF其实在过去长年期的技巧 相对来看还是比较优秀一点点的 我们从现行图 从17年它挂牌以来的股价 除了18年 因为当时是属于年底的股灾 美中贸易战所引发的股市的回档 本身受到大盘印象比较大之外 其实从中长年期来看 它的股价是有循序渐进的向上升的意味在 而即使在2021年 本身这档ETF的股价大幅的跃升 很大程度也是取决于全球资本市场股市的拉抬 不是它单一因子的一个拉抬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往年它的殖利率都在5%以上 而且股价相对来看也是比较稳定一点点的 我们如果从它本身所折股的产业布局来做检视的话 可以发现它目前最大的成分产业主要还是以金融保险作为主要筛选的标的 第二点是关于电脑以及周边的设备 第三大占了12%比例的是食品股 以前我们跟各位官朋友讲过说 其实食品股过去以来相对都有比较抗跌的惯性 我们从前几大成分股来做检视 像是统一超 统一 电信股的台湾大 金融股的第一金 光宝科 国泰金 所以看得出来 它的几大成分股 像是一些传产贸易百货 像是一些金融 像是一些电信股 像是一些电子长年期高配息的这些零组件 像是连强 人保 这些个股 其实很多都在0056当中长年期的浮现 也就是说 这一档ETF 它基本上不像是00701 或者说是那些 股价波动性比较大的金融股 我们都很清楚 近期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谈到00701 国泰国力精选30 本身就把国泰金和富邦金给剔除掉 那不对啊 长年期高配息的金融股 怎么把它给剔除掉了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股价波动性很大 而这一档ETF 它恰好没有把这些股价波动性比较大的个股 给纳进来 而且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为什么我说 这档ETF 可能是食品股相对ETF 所占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一档ETF 而食品股本身它的抗空投效果又是十分的好 从一张图表我们可以来做检视 各位可以看到图表 这张图表 红色线是台湾加权指数的变化 蓝色线是台湾食品类股指数的变化 从09年来进行回推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食品指数就是45度角持续的向上 本身的波动性并没有受到大幅的一个影响 而我们看到红色线加权指数的变化 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涨得过头 有时候跌得过头 所以食品股过去以来都有一个 抵抗空投惯性的一个表现 我们以前跟官朋友讲过说 食品股为什么能够百分之百的抗通膨 因为电子零组件它会随着科技的进步 而产生物价的下跌 什么意思呢 各位想一下 你是从一开始用iPhone 6 iPhone 7 iPhone 8 现在已经到iPhone 11、12、13 持续的上去 但是你发现没有 其实过去几代的iPhone是越来越便宜的 所以电子产品不具有抗通膨性 但是怎么样 但是食品是百分之百一定抗通膨的 十年前的王子面跟现在的王子面 科学面完全没有包装上的差别 它的量也是差不多的 可是一定会反映通膨 所以第一个食品股是很好反映通膨的一个角度 第二点它本身在波动度上面 不容易受到大盘整体下跌的系统单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食品股流动性相对来看 不像一些金融股或者一些全职股这么好 大部分的筹码都集中在这些大股东手上 我大股东卖股票 什么时候才会卖 那一定是我不想当大股东的时候 所以即使空头来袭 它也不会顺势的把股票给出清 所以筹码相对来看是比较安定一点点的 反而可以让产户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注意 那我们再把它的类股的绩效图重新拿出来进行回推 来理解一下 今年整体这一档ETF本身三大产业跟加权指数的比较 我们看一下绩效图会比较明显的迹象 最上面这条紫色线 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贸易百货类 像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像是统一超和统一 都是处于贸易百货 本身在今年类股从五月份三级警戒 或者整体的涨幅 其实涨市是最为凶猛的 再来是金融保险指数 也就是绿色线 那么虽然食品股在今年的绩效相对来得比较弱 但是我们跟各位讲过 食品股本身就有稳定的惯性 所以如果资本市场大幅的一个飞涨 那么它本身就会有落后大盘的一个机场发生 但是如果一旦股市的空头来袭 那么食品股就会给予这档ETF 非常良好的一个支撑 其实我跟投资朋友讲过 也许在股市高基期的水位上 选择一些相对低波动 相对抗跌性防御性的资产比较好 什么叫做抗跌性的资产 就是它的基期比大盘水位还要来得低 我们看到这档ETF的特性 本益比仅仅只有11.3倍 这个是大盘基期水位的一半 股价净值比是1.7倍 目前大盘的股价净值比在2.2倍左右 而β系数只有0.58 也就是说大盘跌了百分之百 这档ETF也不过跌58%而已 那股东权益报酬率虽然无法达到 这个8倍特值水准28% 但是15.47%也是不错了 加上它的现金股息率有4.9% 本身来看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从中长期来做格局来参考 尤其在台北股市相对高级级的水位 我们就要开始去寻找一些 相对能够明显抗跌性稳健型的一个资产 你随着行情的一个高涨 我们当然不想要放过目前热腾腾的行情 所以拿少量的资金 持续的去追逐元宇宙行情 各式各样的题材 那当然可以理解 没有人想要放过行情 但是大量的一个资产 你害怕股市回档造成的瞬间的资产的消失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进行一些 相对低波动稳健性资产的一个配置 今天介绍这档00713元大高息低波 给各位做一些参考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也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G-Money频道 按赞加分享提供给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建议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频道影片底下来做留言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各位看盘顺利 操盘愉快